今天说的是一腾欲死的下半生,上半生从日本护士学校,毕业到派驻中国东北野战医院,再到日本战败军一撤退被逼自杀,再到妻子回身加入中国军队, 遇到中国军人综续定两人喜结年龄,生出可爱女儿,这些都在上一篇中说过了,一腾坚定的选择在中国生活,加入中国军队和国籍,主要是因为今后余生,对军国日本和战争有了重新的认识。 佩图一,丈夫去世1954年,29岁的一腾随转业的丈夫,回到老家江苏如高生活,如高千年古城,生活少见颤,其所在的如高县医院,当时还没有自来水,也没有电,手术时人手也不够。 作为一名外科护士,一腾把这里当成了扎根于生的家,每天,他起早挑水扫地主针具,大麻醉,早中百般一起上。 自己的欧挺血在这里又发挥了用途,当年他在牡丹江沿战医院,为107名受伤的中国军人书血。 现在,他在如高端护士,一如既往的现血,为医院病人输血12次。 二战日本随身女护士,正治国家困难时期,吃不好营养跟不上,她很快瘦到30多公斤。 据说对这个日本籍的女护士,县长也特别关注,特意送来红糖,鸡蛋和猪油让她补一补,知道她总是把营养品给医院伙食上,这次县长特意嘱咐她, 先一周内吃光,不许转送她人。 在医院的这些付出和生育,对一个外来媳妇帮助很大,日后的数多波折,终都得以回报。 此时,她被结合的丈夫病情恶化,医生告诉她,一个月后准备后事,好不容易组建的家庭,几年之间又面临崩塌。 丈夫要是走了,她一个日本媳妇在乳高杂生活,这不至于十年前医院逼她跳江自杀,又一个晴天霹雳,人生绝壁。 伊藤玉子和丈夫,在1993年的合影,悲伤哭泣无济于事,她和上次一样选择抗争。 她开始全力抢救丈夫,丈夫做了未切除手术,她就是她的全部,卖菜做饭洗衣家务活等,自己全部担起来,忙的时候,曾一个月没有拖鞋上床睡过觉。 期间,丈夫共做了四次手术,医院人正着为她丈夫书写。 1994年丈夫去世时,乡林都说,多亏伊藤,宗老爹才能活到今天,伊藤日子,1925至20162,日本媳妇成日本特务丈夫的病,对她只是第一层打击。 更大的打击在后面,1957年,因为去日本女兵当媳妇,宗旭定被别也有用心的人戴上帽子,送到劳动盖校改造。 这是六年前结婚时她就想过的事,没想到,该来的还是来了。 当时终于没有建交,与一个敌国的军人结婚会是什么后果? 立场不清,可恶,盼国一股脑子罪名扣了过来。 这是伊藤人生中的第三次打击。 她依然要抗争。 佩图,她想起在中国军队当兵时的一位老将军,立即动身上北京找她帮忙。 老将军了解情况后,气饭不已,安慰她先回。 去,承诺,这是我来解决。 一周后,如高有关方面,收到上级发来的通知,终续定的问题认定不到,因于已纠正,丈夫被放了出来,两人抱头痛哭。 几年后,有人在其日本特务时,遭到如高原名的强烈反对,其实多名医院商病员挡在她办公室门口,挡住来找事的。 院长也在场,说,伊藤是有功之臣,要揪就揪我好了。 这场风波过后,伊藤更觉如高原可亲可靠。 如高老街三,回国七十年代初,终于建交,伊藤终于迎来了人生曙光。 此时,她已经在如高生活十八年,一口浓重的如高方言,是一个和乡邻市民没有二样的中国妇女。 丈夫劝她给日本亲人写信,毕竟骨肉牵挂生死不明已近三十年。 不久,家乡来信,有关部门都积极促成伊藤回国探亲。 经历了人生几多波折,丈夫告诉她,自己身体也不好,来日不多,你还是回日本盯区吧,不要考虑我和孩子。 伊藤很生气,这么多年了还说正话,你非要我把心头给你看? 1972年9月,伊藤回国。 横滨港口,早打出了条幅,欢迎中国归来的伊藤日子。 政府人员,媒体记者,和家人朋友都敲手一叹。 现场十分感人,伊藤和兄妹抱作一团。 哥哥说,一会儿见到妈妈不要哭,她快想出病了,但这怎么可能? 三十年骨肉分离金团聚,都扣成学娘,青丝变花发,怎么可能不落泪? 八十四岁的母亲露着女儿老泪纵横,这下好了,家里条件比中国好,回来就好了确实, 战后日本几用十年发展,就成了经济强国,到一九七零年代,已经是现代化国家。 伊藤家乡的小木屋,已经变成一栋栋的小洋楼,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,冰箱采电洗衣机,大平正方会到伊藤日子。 东京各界,为这个老兵隆重庆祝,首相府内,外交大臣大平正方握着他的手,高兴的说,你辛苦了,要好好休息。 多看看,外相还问他是否愿意回日本定居,如果愿意,我代表日本欢迎你。 伊藤心中主义一定,对外相的话笑而不语。 为留住这个细日的日本女兵,日本政府承诺给他翻住房,安排真人照料其晚年生活,并答应可以携带子女回日本。 半年后,伊藤告诉母亲,他还是要回中国去。 妈,我爱你,我爱日本,但我不会离开中国,那里有我的丈夫,有我的女儿,有我的事业,有是不仅善良的中国人,我不能再制造第二次骨肉分离。 此时,母亲在急握他,总怕再见不得女儿,以为拉着手哭求着他,孩子,妈来日不多了,你回来定居,哪里都不要去,天天陪着我,真是艰难的选择。 股肉亲情,追心十股。 1972年的最后一天,伊藤迈过人生的第四次挑战,喊累辞别父母,在除夕之夜回到了中国如高,回到了丈夫身边。 这个大风大浪过来的小市民,不简单。 此后,伊藤与父母不断书信来往,还带着孩子常回日本,但每次都是提前返回,及早的回到丈夫身边。 前所唯一疼于子丈夫去世后,他和女儿生活在如高。 他一如既忙的忙碌,为学生宣讲爱国教育,多次外出演讲,还敏费教日语,智商来了当翻译,为乡林轻易拿押。 他年近八十,却二聪目明,说话轻声细语,一如日本女子惯有的温柔,备受尊敬。 和如高人民一样,他也喜欢看《地道战》等中国拍的抗日电影。 一次看南京大屠杀时,看到日军残忍杀人也忍不住落泪,一会儿用日语说军国主义,一会儿用汉语说,出上,这哪能算人? 2016年12月8月18时05分,这位把心留在中国的老人安静逝世,享年92岁。 文献参考,昭国庆,万有富华越国界的爱,中国民兵,1999年第七期。 感谢观看。